字幕提供 堅了網的網民大家好 又到了堅了網的三分鐘網紅時間 我何俊賢立法會議員想跟大家說說 關於前陣子就入了一條 口頭質詢關於放山法例的問題 為什麼會做放山呢 因為前陣子也看到很多新聞 關於有人將巴西龜 明顯是淡水龜都放到海 有人將淡水魚也放到海 有人將沙巴龍等花尾等 又放到海 段敦計這樣做 搞到水境多英雄去救巴西龜 所以我認為 有時這個不是放山法例問題 有時是智慧的問題和常識的問題 但無論如何都好 放山這種行為 我們都要有規管去做 當然我講完放山法例之後 就有人跟我說 是不是不准放山 不是 我們要效法 我們國家有一條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規定 法例在2009年去生效 主要是我們要做放山的行為 要配合環保和海洋資源的一種配合 如果犯了法例會怎樣 就會根據《漁業法》和《國家野生動物法》 進行懲處 我們講回香港這個問題 我看回數據 政府回應 就說過去三年收到14宗投訴 2、11和1宗 但是零執法、零檢控、零虛報 所以從這些數字看到 很明顯 就是因為他們的搜證是非常困難 為什麼會這麼困難呢? 因為他們需要去搜證 證明那隻動物是受傷和受傷害才行 但是放了一條魚入海 魚入大海亂洞邊找到 而且還要撈上來之後 還要證明是那個人放 所以檢控方面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我們未來希望大區政府 就要考慮一下 不是單純用政府現在這一條 叫做《動物保護法》中的169條 去進行一個檢控的 它當然不是叫做《動物保護法》 是叫做《殘酷虐待動物保護條例》 但是這不是最重要的 最主要就是它只是法例針對一隻動物的痛苦 但是我剛才所說 是牽涉海洋生態 如果我們把一個具獵食性的魚類 放進海裡的話 它當然是開心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放進海裡 它旁邊的魚是否開心呢? 我經常都跟它說 特區政府不如我放幾隻 紙紙老虎在你門口 它很開心 但是人很開心 所以將心比己 幾所不欲物施於人 我們需要去某個程度上 慢慢規管這一種的制度 配合我們的資源的增值 所以我們建議 希望特區政府 能夠將這些想去做放生的話 就要跟特區政府申請 讓特區政府知道誰放 什麼時候放 和放什麼 未來一起努力 做好這條放生法例